这些荷兰队的投手 主力大多都是以荷兰联盟的球员为主 成绩当然也都是这个联盟里面顶尖的 但我能获得到的资料其实就没有这么多 讲起来是蛮困难的 我在此先对荷兰队的投手阵容下个评价 就是我认为今年的荷兰投手 实力是历届以来最差 跟他们另外一边星光闪闪的野手阵容 根本就没得比 大家好我是白哥 这次我们要讲的是荷兰 中华队其实已经连续两届跟荷兰交手了 战绩取得一胜一败 中华队一场赢了5分 一场是输了1分 双方实力感觉上是差不多的 不过这届的经典赛 荷兰在投手的争招上并不太顺利 唯一的大联盟投手Kanley Jensen 说除非打进四强不然他不会参战 区域的投手当中大多都是熟悉的面孔 就让我来介绍给大家知道 首先是马蒂斯 各位看到图片就知道 这位马蒂斯就是14年曾经来到中华职棒打球的 统一师羊将 当年他缴出8胜7败防御率3.15的成绩 算是相当不错 但这也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 近期他都待在荷兰联盟 去年缴出了防御率1.22的成绩 原本我还想看看他的球数剩下多少的 但找不到影片资料 第二位是吉尔 同样也是统一师签过的羊将 16年有来 战绩6胜7败防御率5.38 那16年当年的中华 防御率往罗利防律3.98 所以当时吉尔的防御率也不算太差啦 但他的年纪也大了 今年的初赛也不多 而且他同样也是四强赛才会参战 投手部分我们最后再来讲一下Pedro Strupp Strupp算是拥有比较完整的大牛蒙之力 今年已经37岁 13年有打过经典赛 但是他那时候是代表多米尼加初赛 那有拿下经典赛冠军 电风时期是在14年到18年 当时是小熊队的牛棚大将 他有拿下这个四驾赛冠军 此届Strupp到四强赛才会参战 至于你问我 为什么中华队可能遇不到他 我还是要讲吗 我个人在找他资料的时候 发现他改行当了歌手 而且上个礼拜还有出过MV 歌曲也有登上Spotify 我把连结放在资讯卡 大家可以过去看一下 没想到个性非常开朗的Strupp 这么的斜杠 歌曲听起来也是蛮不错的 除此之外 我认为荷兰队的投手呢 没什么大重点可以讲了 这些荷兰队的投手主力大多都是以荷兰联盟的球员为主 成绩当然也都是这个联盟里面顶尖的 但我能获得到的资料其实就没有这么多 讲起来是蛮困难的 我在此先对荷兰队的投手阵容下个评价 就是我认为今年的荷兰投手实力是历届以来最差 跟他们另外一边星光闪闪的野手阵容根本就没得比 中华队要得分呢应该是不会太难 最好是可以直接灌下大局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荷兰的打击是不容小觑的 Cherry Chubb是我认为这次荷兰的主战补手 现在他27岁在3A打得不错 但在大联盟就打得比较普通 基本上就是个跑龙套的球员 评价来看是个手游鱼工的补手 打击还蛮有力量的 比较常是使用拉打的方式击球 Center Bogart 这位选手我应该就不用再多讲了吧 近几年来红袜的强力有几手 22年底签下大约加龙教室 为了做过他的影片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 Bogart一直以来都是荷兰国家队的班底成员 前两届也都有来打 他的实力无庸置疑 大联盟先发球员等级 说要怎么克制他的话呢 我认为可以考虑试试看派友指差球路的投手 虽然样本数少 但Bogart去年对于指差是打不好的 虽然他面对的是大联盟等级的指差 跟我们推出的中指等级好像有比较大的落差 不过不是白不是嘛 既然数据上他打不好我们就来试试看啊 手背方面Bogart拉打频率高 游击手可以手深一点 其他部分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就是希望Bogart可以整场都没有上蕾 被封锁到死 强技的几球找手套 软弱的飞球被截杀 下一位是弟弟Gregorius 弟弟杨静明应该都还有印象啊 他在2016年到2020年之间其实成绩都还不错 单技最高也可以打出27发拳雷打 虽然在游击的手背较差 但狭不掩瑜 他的炮玩够大就有上场机会 只不过近两年来的成绩开始出现大幅度的下滑 22年季末惨遭沉沉人释出 到现在都还是失业状况 成绩为什么那么惨 最主要还是因为他打不好变化球 其实弟弟一直以来都是擅长打变化球的选手 在他巅峰的那几年 对于变化球打击率都在三成左右 掌握度算是相当高 反而是诉求啊 他却跟其他打者不同 对诉求的掌握度就没有那么的好 低潮的这两年 他的诉求一样还是打不好 但他对变化球的掌握度突然急速的下降 这也让他的打击成绩下滑 身为左打的他 在打击形态上他偏好拉打 二雷手可以手深一点 剩下来看弟弟对于左头都是打不好的 尤其是近两年来打的更是差 现在弟弟基本上就是个大联盟的边缘人 限制极端布阵能够帮助到他一点 但我认为效果不会太大 Anderton Siemens是位超级手背高手 在YouTube上面有非常多他手背的影片 我强力介绍大家如果是喜欢美技的话 一定要去看他 他真的超级的强 在大联盟时期他就以手背擅长著称 打击形态比较接近是短枪类型 生涯OPS Plus最高只有108 不过近几年来他的打击能力也开始逐渐下滑 也让他在大联盟的初赛也是慢慢的下降 最坦的是他在2022年3A的成绩也是难道不行 打击实力跟过去落差很多 打击形态是滚地球型 擅长打的球种是数球类尤其是升卡球 变化球的他打的比较不好 尤其是滑球和变速球他的掌握度偏差 Jonathan Scope 过去曾在精英打球有入选过明星赛 也当过成尾英的队友 OPS Plus最高有到124 拳累打最多也有到32轰 年纪才刚30岁 去年遇到了低潮年 在老虎打出了OPS Plus 62的成绩 Scope是一位不选球的球员 他的BB%是联盟最差的 追打坏球的比例也是联盟里面算高的 但他从过去就是这种打击形态 近几年来下滑是因为他的集球品质比以前还差 以前虽然他盲炮 但集球品质上还行 打击上还是能够发挥的不错 但他现在不但忙 集球品质还下滑 打击上对紫茶球跟滑球打的不太好 擅长打的是速球 不过他的防守这边也是联盟一绝的 他的二壘OAA高达27 光靠守备还是能够让他在大联盟拥有一席之地 我想这次他应该会跟Borgas组成二游防线 虽然Scope22年的大联盟成绩不好 但只有一年不好而已 我想有可能只是小小的低潮 对决上不可以掉以猩猩 再来讲的是Ulikson Prova Prova算是我心中的痛 故事我在Ian Kingston的影片当中有说过了 各位有空再去看一下 Prova在新秀初期的评价相当的高 但最后并没有完全兑现了 在游记兵时期他打击状况不佳起来遇到伤病 22年算是他生涯表现较好的一年 目前主要是担任教室左外野手 有多守卫的功能性 不过每个守卫都没有到很擅长 打击方面击球品质没到很好 但在选球上面蛮有一套的 不容易被三振 球种方面对于需求滑球的掌握度是比较差的点 只他球的部分跟其他都有一样 他也是打不好的 这边要特别注意啊 Prova是个左右打都行的球员 他去年并没有很明显的怕左右投 对付Prova的话我认为可以勇于的跟他对决 我看他的数据 认为他对于高球 就是九宫格上面的这个位置的掌握度并不佳 在灰奇上面他是比较喜欢低球的 最后是这位有旅日经验的Bellentine 曾经打破日职全雷打记录的布拉索英雄 不过英雄还是会老去啊 离开日职之后他22年的成绩衰退了不少 虽然全雷打能力还不错 但他也穷的只剩下全雷打了 目前Bellentine说他打完WBC后就要隐退了 在对付Bellentine上面呢 其实就是要小心被他咬中啊 就是他拉打能力还是非常的好 被他敲到呢 其实还是很有可能会造成重伤害 其他打者部分 前Lamigo洋将伯纳蒂娜 和小联盟的Pellasios兄弟党也都有来 此界荷兰的打击阵容其实真的蛮不错的 要名气有名气 要实力也有实力 只是投手部分真的就相对薄弱 我这次投手部分介绍的就比较简单啊 并不是因为我偷懒还是傻的 最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这次并没有 知名的投手来参战 除了大联盟的不来 连小联盟的也不来 主力都还是由荷兰联盟成员组成的 先发和牛棚从数据上来看都还是偏弱的 除非他们在预赛的时候爆气 发挥的超级好 不然我猜跟荷兰的比赛呢 大家应该都是大几率都是打击大战 比谁先把对方的投手给打包